大埔隊飛馬,每次碰頭都絕對是球迷的焦點所在 因為這兩隊新界球隊都致力培訓不少本地的足球員 所以成功建立到地區性的足球文化 每次兩隊比賽,一定有大班忠實的粉絲到現場打氣風雨不改 看今年的賽果,飛馬明顯佔優 大埔今年首度參與阿協杯的賽事 反而令球隊在聯賽末斷脫腳,體能受到重大的考驗 之大適逢老對手,大埔今天打得特別賣力 不可能衝出香港之後,對球員的知識和信心都有所改變 大埔進攻組織相當細緻 這下業界全美史健威右腳撞射網側,令飛馬球心都來一來 不過,縱觀今天的賽事,飛馬的打得主動亦很準確 在下半場不久,飛馬在前場搏多個佛球回來 這腳又由伊達操到 這個佛球射手,今次左腳香蕉球射向遠處 又是一個世界級入球,真是神奇頂級又超出 伊達佛球作細射門,原來不是讓給自己有的 可惜隊友這球水準跟他真的差了一點 上半場的重點放在伊達一個世界級入球上面 下半場就問題多多 領先的飛馬不斷圍攻大埔的大門 大埔今年經歷雙線作戰後,元氣大傷 好多球員季尾出現體能下降的問題 以至有攻勢未必有力去追 好像兩球一樣,正正體驗球員集中力和體能下降的情況 大埔搏多角球回來 這下蘇雷琴傳隊中路,葉鴻輝雙手撲出 但還未完 又傳回禁區員給葉佳一腳競射,葉鴻輝再度雙手撲出 去到21分鐘,飛馬進攻 大埔龍門李漢浩在禁區疑似撲跌對手 球證立即判罰12碼,大埔球員投訴也沒用 伊達操到這球12碼競射中微底彈入 這時飛馬領先到2比0 球迷鼓掃甚至向球場擲垃圾 塞緊兩球的時候,李漢浩未能夠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 這一球撲夠一腳向馬里奧重要部位踢過去 球證立即出示紅牌試他立即離場 馬里奧試又更加要宋軟治理 一出場的彭子健立即感受到失波痛苦 伊達12碼一射得手個人上演武指氣法 打少一個大埔在尾段駁到一個12碼回來 可惜這個遲來的12碼的確沒有太大意思 由蘇萊強親自操刀射入 他連慶祝都不想慶祝 因為為時已晚 最終天水是飛馬以3比1淘汰縮敵大埔 與郭文一致會試捉中堆決賽 這場捉中堆決賽的賽事全場打完 天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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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